主料,西红柿一个,鸡蛋两个,辅量,水淀粉,盐二勺,葱花,将西红柿去地洗净,然后切均匀的片,锅子火上,放油,烧热,加入花椒,葱花,翻炒,然后将切好的西红柿片放入锅内,至期成熟,将西红柿汁炒出,加入适量的水,鸡蛋打散备用,准备好的水淀粉倒入锅内, 边加边搅拌,倒入蛋液边加边,不停在锅中搅拌,烹饪技巧,西红柿鸡蛋汤的鸡蛋必须加点粉条匀,否则鸡蛋会呈现棉细状,不仅影响美观,而且降低口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